大家好,我是空姐的包包Emily 很多人在加入航空公司之前心裡都會想說 我要怎麼樣挑選適合自己的航空公司 我是要去國際航空,我是要去外商航空 還是要挑選廉價航空公司呢? 那又有哪些不同的優缺點呢? 今天Emily姐呢,就要提出三個主要的參考指標 幫助大家可以快速的篩選適合自己的航空公司 又可以清楚的去比較差一點在哪邊喔 首先第一點,基地 像我待的兩家都是外商航空公司 所以外商航空基地就一定是在國外 像阿聯酋基地就在杜拜 那這樣國泰的話呢,基地就是在香港 所以呢,就是要住在國外生活 就是也不能每天回家 你可能要放廉價,就是放了好多天假你才能回台灣 而且你回台灣一樣要坐飛機 可是在國際航空就不一樣囉 像你待長榮跟華航的話 你就是有的人甚至可以不用租房子 就是住在家裡 也不會有離鄉背景的問題 可是比如說有一些 廉價航空公司 它也是外商的,所以 你是要住在國外 那相對的就會面臨到要離開台灣的問題 所以你想不想長期住在國外 生活跟工作 這就是基地所帶來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也是大家必須要去想清楚的地方 那像我自己 那因為我帶的兩家都是基地在國外的 所以我對這點是非常有感觸的 也就是必須要長期的漂泊 這樣來來回回這樣 你也可能沒有辦法想回家就回家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外商組員 最後都還會選擇 考回台灣的航空公司 因為覺得這樣的生活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漂泊 所以這是基地第一點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第二點 英文能力 好 考試呢 英文能力是一個非常非常現實的問題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以國際航空來說好了 英文能力基本上呢 都會有一個檢定的標準要求 那大家只要考超過那個標準就可以考試 那基本上其實在國際航空的面試裡面 用到的英文的機會也是有 可是它不會那麼多 所以大家在面試的時候用英文的機會沒有那麼多 就壓力不會那麼大 可是呢 你在考外商航空公司的時候就不一樣 雖然沒有檢定的要求 可是因為外商航空是全英文面試 所以你的英文好不好就是一翻兩瞪眼 就不管是團體討論啊 跟考官一對一面試這些 全部都會需要用到英文 所以外商航空呢 相對對英文的要求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那雖然沒有檢定的要求 我在這邊也會有一個參考指標可以給大家 我會建議如果你是比如說 至少可能要多一高達750以上的人 就是我會覺得考外商航空會比較有機會 因為就是你需要英文能力相對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我在這邊說的不是做題目那種英文能力喔 就是你要能夠聽跟說要達到非常流利的程度 因為畢竟你在外商航空你是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英文的 就是你用的一些資料啊資訊啊 你的同事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你的主要溝通源就是英文 所以在英文能力方面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自己的英文能力 英文程度在哪邊 那適不適合考外商航空還是說 也覺得就是比較適合考國際航空啊或等等 就可以去做一下考量 不過英文能力的問題是我收到比較多私訊的 因為大家會去想說到底要多好 或者是說我到底能不能考 所以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指標 那在外商航空公司方面 對英文的能力是相對要求比較高的 第三點 航線 航線呢它其實就是跟你的生活模式相關喔 因為其實像你看我們就是像我以國泰來說好了 長短程的航班都會有 因為很多的親戚朋友或是好朋友 只要聽到你在當空服員 他們一定會問說啊你你是飛什麼線 其實很多人都會喜歡問我們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的長短程都會飛 只是差別在於說就是配班的不同這樣 那航線跟生活模式為什麼相關呢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一趟出去回來就好幾天嘛 那就幾天會不在家啊 就是或者是你就是沒有辦法 像是正常上班族一樣這種作息嘛 可是像就是比如說像外商航空的話 航線相對就會比較多啊 你就有機會可以去環遊全世界的飯店 可不是環遊全世界 你有機會去很多不同國家的飯店住住看 好有沒有機會光光不一定 可是你可以去住住看 好像以前在Emirates的時候 就有很多機會去不同的地方啊 像小島啊什麼這些 你可能就是或者是非洲啊 很多這些航線你根本就是沒有機會 平時你有錢也不見得會去的地方 那比如說像國際航空 甚至你說外商像國泰來說好了 我們的航線基本上都是很熱門的觀光紀念航線 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的那些 就是很多人會去的旅遊觀光地區 那這些航線呢就是大家 當然一定會去也會很想去 但就是會比較固定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航線的選擇方面 你就會是想說你比較喜歡什麼樣的生活型態啊 就是長程短程航班 你比較喜歡什麼樣的 那就可以再跟你在做挑選的時候 就會有差別 那比如說你像卡達航空 新航或者是Emirates 那相對的航線就會比較多一點點這樣 好可是比如說你如果是挑選連假航空的話呢 連假航空可不會有那種過夜班那種情形 就是基本上是不會有 就會像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樣 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就是早出晚歸這樣子 那你的生活就非常規律 就是像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呢你也不會有外站的問題 那這就是大家必須要去考慮的 你要知道那個不同的航空公司 它有不同的生活型態 那你就必須要去做取捨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生活型態 那我個人會覺得其實 我剛剛提到的 從基地開始 然後第二點英文能力 第三點航線 這三個呢我會覺得你最需要考慮的是英文能力 為什麼因為你要先想想看 自己能不能你的英文能力程度到哪邊 那你再去取捨其他的 可能自己的喜好啊或相關的考量 這樣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快 你就可以很快知道說自己需要 或者是比較適合什麼樣的航空公司 那像我自己呢當時的在從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從Emirates到國台 其實我最考慮的就是 其實就是基地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遠 然後回家也很不方便 那當然現在在Emirates有直飛台北了啦 那以前我去的時候是還沒有嘛 所以其實就是你要看每個人不同的需求去做調整 這樣子就是你會去選 當然沒有選擇沒有對錯 就是你選你最需要的也最適合你自己的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很快挑選出來 好啦講那麼多最重要的 你還是要選考上好嗎 其他的東西就是之後再慢慢擔心就好了 好那關於這個影片的詳細文章在這邊 大家可以點擊去看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一下 空姐抱抱的YouTube 這樣子呢我就可以發更多的影片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希望這一集有大家可以有學習 然後知道也可以幫助大家 怎麼樣挑選適合自己的航空公司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